先看看这幅图,再看看这个,这是捏起手法,小儿推拿手法的一种,想必大家看到这里,已经好奇心大发,听说小儿推拿可以治病,有的家长只要看到孩子不舒服,就赶紧送去小儿推拿店,或在家自己动手。 但小儿推拿真的什么病都适合吗?今天的新疆明医堂节目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抗护科兵营给大家介意答获,小儿推拿是以中医辩证理论为基础,通过学位点按推拿,调节脏腹,熟通经络,调和气血,平衡营养的方式来改善儿童体质,提高机体免疫力的一种保健,改善方式。 是和小儿验食,腹泻,便利,反复感冒,倒汗,流血,急性血紧等疾病,近几年来,受到越来越多家长的喜爱。 小儿推拿有几个特点,首先,孩子年龄越小,推拿效果越好,但七岁以上的小孩,效果就不是那么好。 七次,小儿推拿对同一个疾病的效果也是不同的,有的小孩感冒初期,推拿一下感冒就好了,但如果到了感冒中期再推,效果就不一定好了。 再者,小儿推拿对平时用药太多的孩子,效果不好,对平时用药上,正气足的孩子效果更好。 小儿推拿适合多大的孩子,14岁以下的孩子都适合小儿推拿,新生儿也可以进行。 14岁以上的孩子可配合一些成人的手法进行按摩。 小儿推拿需要多长时间,一般情况下,一次小儿推拿为15的30分钟,但由于小儿年龄,体质和病情不同,在推拿次数和时间上,也有一定的差别。 年龄大,体质好,病情重,则推拿次数多,时间长,什么样的小儿不适合做小儿推拿? 被严重期,皮肤发生烧伤,烫伤的儿童,患有某些急性传染病,输水灯,肺结核等的儿童,各种恶性肿瘤,骨折,脱胃等的儿童。 局部明显水肘,患出血性疾病者,或正在出血和内出血的部位的儿童,极度虚弱的微重病患儿。 但是,有父母对小儿推拿的期待过高,一些机构处于商业目的,夸大了它的效果。 比如,小儿推拿不适合某些严重的疾病,有的小孩已经发展到了肺炎,一些机构还用小儿推拿去治,这显然会延误。 还有的小孩得了煞气,家长不想带孩子做手术,就寄希望与小儿推拿,推了半年,最后还是要去做手术的。 另外,现在很多妈妈和小儿推拿师,在条理中陷入一个误区,坚持不用药。 在孩子高烧不退的情况下,即使推拿了,也是可以用药的。 现在,在正规医生一般,都是让38.5度以下的观察,物理降温,没有强制推荐用药。 提醒,各位家长一定要客观,地认识小儿病症的特点。 宝宝抑郁发病,小儿由于脏腐胶呢,行气未充,对某些疾病的抗病能力较差,弱患病调止不到,容易轻病变重,重病转眉,宝宝大病传变快。 病症的复杂性有时,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 注意,小儿推拿一定要到正规机构进行,家长不要轻易动手。 简单的手法是可以自行做的,但效果不明显。 因为孩子的体质,疾病的不同症状,采用的推拿手法,时间长短,按摩频率,学位选取等真不一样。 推拿前需要先判断孩子的体质。 不当的按摩,推拿可能会加重病情,严重的可能会导致软组织损伤。 最后,对学习和运用小儿推拿技法的从业者,也一定正确地认识。 小儿推拿不能保治百病,宝宝不要盲目崇拜小儿推拿的效果。 对持续高热,吹嗦剧烈,急性腹通,腹性脱水等病症,不必慎重。 及时到确诊就医,防止耐误病情,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有行医资格的或者按摩店。 记者,杨竹,黑娃监制,许鸿涛审核,孙建忠。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